根据澳大利亚新闻网15日报道 澳总理莫里森表示 他预计澳大利亚今明两年将遭受创纪录的赤资 并警告称经济复苏可能需要长达5年的时间 莫里森称不只是接下来的几个月 未来的5年里澳大利亚都需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率 以在2025年之前实现预期GDP目标 莫里森试图摆脱澳大利亚的经济衰退 他表示澳大利亚的首要任务是使更多的人重返工作岗位 生产人们想要的商品或从事服务工作 然而在澳大利亚陷入数十年来首次经济衰退之际 个别澳大利亚右翼政客和学者却在跟风美国 呼吁与中国经济脱钩 不过这一言论很快遭到澳大利亚一些澳知名学者批驳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就表示 如果澳大利亚远离中国贸易 只会减少澳大利亚人的收入和工作机会 在过去的十年里 澳大利亚每年的竞争出口总值约1800亿澳元 而其中60%来自中国 与中国经济脱钩对澳大利亚没好处 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也指出 澳大利亚与中国经济脱钩是一场灾难 纽约时报15日一篇文章指出 随着世界试图再次前进 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 文章称 不管是澳大利亚的龙虾 德国的照明灯 还是日本的豪华马桶 都难以脱离中国市场 在中国处于疫情爆发期间 澳大利亚龙虾船队 因没有市场被迫停止捕鱼 超过2000人发现自己没有工作 即便目前中国的订单数量没有那么大 但澳大利亚龙虾行业已结成联盟 试图重建与中国的关系 而不是寻找其他市场 纽约时报指出 尽管澳大利亚呼吁实现多元化和自主权 但它并没有脱离中国市场 因为他们需要以此重新投入工作 恢复经济